民主党在参议院推动对川普弹劾审判 结果无罪 川普16日发表严厉声明指出 美国优先议程是赢家 而不是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纳的 华盛顿政治圈优先议程 或拜登的美国殿后 川普说在国家重要时刻 不能用三流的领导人来决定美国未来 他批评共和党人麦康纳 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任何公信力 因为其家族持有大量的中国商业股份 麦康纳对中共这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威胁 无所作为 而且2020大选摇摆州 市场彻底的选举灾难 麦康纳什么都没有做 也不会去做 以确保选举制度未来公平公正 抽干华盛顿沼泽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而且他们还不只是这个大选作弊 还包括利益输送跟外国势力勾结 麦康纳尔的家族包括赵小兰 他的妻子 还有赵小兰的父亲赵细成 赵细成以前跟江泽民过程胜密 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 建言川普参选2022中期大选 带领共和党胜利拿回国会两院 川普出任国会议长 接着再绞出2024总统大选 近期几个民调显示 8成以上共和党选民 支持川普再战2024 中期选举会显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果 而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 不只是选举 而是整个精神观念秩序的 盘然的醒悟 民主党推动弹劾卸任总统 创下历史先例 但没能够断了川普担任公职的路 胡家龙认为 民主党人与前总统也许在未来 反而被这个先例牵制 新闻耳台电视 胡宗翰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